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欢迎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堂会 央行表示 此播信用管制 非无预警实施 中央银行在六月祭出 第五波的信用管制 针对第二户现代七成 引发了建商的不满 扬言提告政府 施政违背信赖保护原则 成为央行有史以来首次被告 对此央行强调 这次的信用管制范围 并未作极既往 而且过去已经多次的 提醒社会大众 续推管制措施的可能性 绝非外界所称的无预警实施 央行官员坦言 对于建商拟提告 央行是在媒体上看到 目前尚未收到相关通知 但重申 央行是基于央行法 授权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 针对整体金融情势 采取必要措施 本于职责做出的政策定定 且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 是针对待放陈述的 规范银行办理信用的规定 有关房市 卖方和买方之间的约定 则是属于民间的交易内容 央行透过三点说明 一是推出第五波 选择性信用管制 主要是全体银行不动产贷款 占总换款比率人高 且第一季自然人新生贷 第二笔购物贷款人数 及占比 均较去年第四季增加 即自然人申办特定地区 第二户购物贷款的 平均贷款成数居高且 持续上升 贷款条件仍属宽松 二是这次的规范以考量换屋者权益 借款人清偿名下第一户房贷 如出售旧屋或是以其他资金来源清偿 就不受贷款陈述七成限制 此外央行规定是以借款人本人为规范对象 并非以家庭归户办理 不影响家庭其他成员申办购物贷款的权益 三是这次的规范并未溯及既往 购物者包括了已签订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者 若已进入向金融机构申贷阶段 也就是说借款人在这次的规范修正前 已经向承贷金融机构申贷并进入案者 贷款条件可按入案时规定办理 央行重申 2010年6月央行就曾实施特定地区第二户购物贷款规范 这次在实施 仅将贷款陈述由现行平均7.7成降至上限7成 将较上次规范的上限6成 上属温和并已考量换物者权益 这东西反正就是有一个新闻 就讲说建筑界现在就是炸国 然后他们就很生气想要去提告央行 他们怀疑央行在不动产陷入危机的时候 还要落井下石故意打压 但是根据以往的这些数据 跟这些买卖转移动 央行他有提出一些数据去证明 他没有去做不当打压这个动作 然后我就看到另外一个新闻 它有一个标题我觉得很好笑 他说不打情不打懒直大不长眼 内容是人尽皆知影响不动产的因素有很多 货币政策的利率高低也是因素之一 但是通货膨胀税率高低 政府住宅政策以及国有土地标售 还有都市计划人口兴衰经济发展 人为炒作都有可能会影响不动产的涨跌 不动产界如果全部都归咎于央行货币政策 当然是见数不见零并不公平 然而央行这次历经的不动产界民意的反弹 应该要了解与民间沟通的重要性 过去央行习惯看数据来做决策 或顶多只是从金融机构上面获得市场的资讯 很少跟业界沟通 下情不能上达 闭门造居的决策模式应该要改变 去博之众议 广听民意 对于货币政策的决定应该要更精准无误 2024年总统立委大选将借 政府连串措施 笼络人民 争取选票 尚且不及 央行逆临而行的公共政策 恐怕要更加慎重 军中流传 不打情 不打烂 直当不张眼 阿兵哥朗朗上口 值得央行思考 至少在此大选敏感时刻 别再出让执政党流失选票的主意了 他后面这个攻击我觉得很好笑 这有点点叮一下 不过讲实在话 这个无预警 其实我自己个人感觉也不到这么的无预警 没有到这么的恐怖 因为之前就觉得他有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再来是 但是央行他说 因为现在的交易量 就是贷款的申请比例还占高 他是为了维护金融的这个相关的问题 才去做这样的处理 那讲实在话 这个你现在在办贷款程序的 进入贷款程序的 其实都是之前买的 不是今天买的 以多数来看 因为你很多是预售物 除非说你有些的这个是乘务的部分 但是前面几年真的在热的 其实是预售物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其实这个是有点落后指标 也就是说这是大概一两年前反映出来的状况 你现在在处理 但是你今年度的买气有这么好吗 其实没有这么好 我们也都知道他已经走路到买方市场了 对不对 这个实施 我觉得央行会不知道这是落后指标吗 怎么可能 因为有的专家会讲说 这个央行可能这些官员都没有想清楚 这个是落后指标 你怎么会在这个时间做 不会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知道的 但是他们这个做法 我觉得个人 这个是乱拆 不具备任何权威的发言 这个我觉得就是跟选举有关系 他们不会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 央行里面的人 能够拟定这个政策的人 他会没有买过房子吗 我不太相信 所以他不知道这是落后指标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 他宁愿被你骂笨 他也不愿意被你骂说 我是为了这个选情去加分而去做这件事情 我宁愿被你骂笨 没关系 但是他里面也有讲 他这个实施的状况是 假设你名下的房子有贷款 那你就把他拿其他的钱来去还清就好啦 第二户就不受七成的限制 但最难的问题是在于 你要去哪里去生其他的资金来偿还 我这么有钱我跟你办贷款干嘛 对不对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他说 其他的家人不受限制 也就是说我先生买了第一间 那如果我现在要换屋 那我就是太太买 这样子有一个状况是 平常可能没事 这个相处合入的时候没有问题 但先生就是不想把房子给太太名下的 我平常可能表现不好 我弄了他名下可能等一下就被赶出去了 他不想了怎么办 那另外一个状况可能就达到一些 资产或投资的人 他就是譬如说我名下也有 我太太名下也有 那这种被打到了只能生气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你出来大叫 应该也得不到太多的注意 因为搞不好还会被一些其他的这个人攻击 比如说你就买那么多 你就是妥妥的投资客 就把他炒作 也就可能会忍气吞声 再来就是说 他说这个不硕及既往 你之前办的已经办下来了 就办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还好 那但是回到一个重点 我们之前在讲第二户现代七成 就最高七成这件事情 我们那时候不是在那边 节目里面大叫吗 还你录两集 有没有 风风颠颠的 也有蛮多人留言是说 这个没什么影响 那事实上线上都出来讲话 会不会有影响呢 其实是会有影响的 不是每一个人的财务状况都这么的好 然后再来是 不是每一个人就是那一间两间 有的人身上就两间三间 然后太太身上有两间三间 第三间都已经这么辛苦 我就只能带四成了 我算好好的 第二间给我这样一弄 那我不就脸绿了 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但是可能一般的人听到就很高兴 就像我们那一集一样 后来你干嘛拿那么多间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上一则新闻也有讲 我们建商讲说利空出境了 我们不是还有提到说 还没有吧 不是现在各部会还有这个吗 然后央行这个第二户的现代气层 还没有到完全出境 你怎么知道选前还有什么招数呢 那真正出境的话 我觉得可能选后吧 选后应该比较像是利空出境的时候了 因为你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利空 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党当选 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 有没有处理好 对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了 是吧 所以这一则新闻 我看起来的确是就像我们那一集所讲的 他会对于市场是有影响的 也会影响到一些人 但是他这么做很不合理吗 也不至于到太不合理 那只是说 我觉得他应该去演你一下 如果说真的是那种要换屋的 那该怎么办 重购退税的部分该怎么样处理 所以这个部分他只要处理的好 搞不好是加分 不见得是扣分 而且搞不好后面还有其他的各部会 会加入一起从事这项有趣的活动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防老吉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